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日本当代小说家 编剧高野和鸣的推理小说《消失的13集台阶》 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推理小说是哪一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该小说出版于2001年 高野和鸣凭借这部出道作品 斩获日本推理小说界的最高奖项《江户穿乱部》奖 并受到《公布梅学》等当代日本推理小说大家的赞赏 称赞作品是一次很有勇气的尝试 文中处处能感受到作者的热忱 小说在2003年被改编成电影《13集台阶》 由日本著名导演常泽雅燕指导 曾经红极一时的偶像派艺人《反听龙史》主演 电影也备受瞩目 还参加了当年在美国举办的圣丹斯电影节 小说中一本于2003年首次出版 2020年重新翻译出版以来 两年时间就加印了17次 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那么这本小说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下面我就先来给你讲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需要提示一下 解读推理小说难免会有剧透 我会在涉及剧透的部分之前进行提示 介意的朋友可以跳过这部分再听 原著是以案件调查的顺序叙述的 为了更加便于理解和把握故事情节 我将按照时间顺序重新进行梳理 1991年8月29日晚上8点30分左右 日本千叶县中凑郡的退休中学校长 宇金木耕平和夫人在家中被杀害 死者的钱包、存折、印件以及杀人凶器都不翼而飞 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名叫庶元亮的男青年 因为当时他因车祸昏倒在案发地附近 身上还有被害人的血迹和钱包 尽管他已失去了案发时段记忆为由拒不认罪 但法院仍依法判处其死刑 就在案发当天的晚些时候 同样在中凑郡 一个名叫三上纯一的高中生与女友 接受了当地警方的辅导 辅导是日本警方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青少年进行询问并提出要求和建议的一种制度 三上纯一左臂有刀伤 身上有来历不明的十万日元 他的女友则神情恍惚 因为没有其他可疑之处 警方未坐深究 八年后 也就是1999年的8月7日 三上纯一在东京一家餐厅中 与一个名叫左村工界的男青年发生争执 拉扯中 后者摔伤而亡 三上纯一 因此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时间又来到2001年 被判死刑的术元亮 一边忍受着随时可能被刑刑的恐惧和煎熬 一边不停地上诉 听到这儿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过了十年 术元亮仍未被执行死刑 这里涉及到日本的死刑制度问题 我会在后文具体谈到 一天 术元亮偶然间回忆起案发时 他曾顺着台阶一步步地往上爬 于是 他就以这个新线索为由 再次申请重审 需要说明一下 这段描述是小说原著的开头 这里提到的台阶就是本案乃至全书的关键线索 这时的三上传一 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提前假释 假释是日本刑法体系中 对犯罪者的一种宽大政策 对于有强烈悔罪意识 并在狱中表现良好的罪犯 准许提前出狱重返社会 但在假释期间 必须在其居住地接受监护观察 通过招募有较高道德水平和社会地位的热心志愿者 组成监护观察官 由他们负责对本地区一个或多个假释犯进行观察 记录其言行 当年的死者 宇金木耕平就曾做过监护观察官 一旦监护观察官发现假释期内的被观察对象 有违法违规的行为 就有可能使其重回监狱坐牢 假释出狱后 纯一按规定向其假释期间的监护观察官进行了报备 为了赚钱帮父母尽快还清债务 纯一又应监狱管教官南乡正二之邀 共同接受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委托 重新调查树原谅一案 南乡正二是纯一服刑期间的管教 多年的狱中工作 使他对日本刑法体系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他真心希望尽其所能 帮助真心悔过的犯罪者重返社会 通过狱中的观察 南乡判断纯一确有悔过自新的意愿 所以才找纯一合作 在正式调查前 纯一还按照假释要求 到当年被他误杀的左村公介家谢罪 被害人的父亲左村光南 虽然态度冷漠 却没有过分责骂纯一 甚至还请他喝了茶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南乡和纯一 首先从寻找台阶入手 但在案发地及附近根本找不到 接着 他们从犯罪方式入手 找到以同样方式杀害多人的死刑犯 小元岁三 可对方坚决不认 然后他们又从犯罪动机入手 展开调查 通过对树原谅的雇主 安藤继夫 同事凑大戒等人的走访 他们进一步推断 因小偷小摸 被监护观察的树原谅 杀人的可能性非常小 他应该是遭人嫁祸 杀人者极有可能是当年宇金木耕平监护的某一名假事犯 因他记录了该假事犯的过错 才导致杀身之祸 但同时被监护的假事犯 有很多 到底是哪一个呢 经过多方打探和敦守 南乡他们 终于找到同时被监护的其中一名假事犯 事故应验 可他又不在场证明 但是 他也提供了一条线索 死者与金木耕平的遗产 高达一亿日元 对于一位退休校长来说 无疑高得离谱了 这一笔钱是怎么来的 会不会与案件有关 南乡他们想到银行调查 但由于没有权限 无法追查其来源 南乡和淳一将近三个月的辛苦 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调查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与此同时 数元量死刑的法定程序 却在暗部就班地旅行着 随时都有可能被签罚执行 在关键时刻 南乡和淳一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得知 案发地附近山上 曾有一座供奉不动名王的曾院寺 后来经过几次山体滑坡被掩埋废弃了 那里就有台阶 二人在那里果然找到了数元量提到的台阶 并在其中挖到了死者的印件和一把小手斧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那把小手斧上却有唇一的指纹 而且不是挖掘时弄上去的 因为挖掘时他们戴了手套 这一反转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南乡受到警方的调查和监视 唇一也成为新的嫌犯被警方搜捕 那么三上淳一是杀害宇金木夫妇的凶手吗 如果不是 真凶又会是谁 凶手是如何嫁祸数元量的 十年前 淳一和女友在中凑郡又发生了什么呢 接下来故事到了解谜环节 以下部分涉及关键剧透 如果你没读过原著且介意剧透的话 建议跳过这部分 从12分50秒继续收听 三上淳一躲过警方搜捕 只身再度进入寺内 在不动冥王的雕像内 找到了另一把小手斧和死者的存折印件 存折上的转账记录显示 死者的巨额存款 是数元量的雇主安藤继夫分次转入的 原来安藤继夫多年前 曾因杀人被判死刑 后得到减刑和假释 出狱后由宇金木耕平监护观察 最终得以重返社会并创业成功 宇金木耕平以安藤有前科的隐私 对其进行敲诈 获得巨额财产 安藤不堪其扰 模仿当时的连环杀人案件手法将其杀死 安藤还事先约好数元量 在曾院寺附近帮忙挖掘 以便其掩埋存折印件和凶器 即使没有发生车祸 他也会伺机杀害数元量 并将钱包血迹等证物留在数元量身上进行嫁祸 而之前发现带有纯衣指纹的小手符和印件 都是左村光南伪造的 目的就是嫁祸纯衣 想让纯衣被判死刑 好为他的儿子报仇 就在纯衣搞清楚所有真相的那一刻 左村光南突然持枪出现 想要当场击杀纯衣 但枪击和大雨再度引发滑坡 二人均被埋在泥土之下 另一边 南乡正二跟双胞胎哥哥巧妙配合 摆脱了警方监视 找到安藤继夫寻求庇护 却在无意中发现安藤没有戴手表和领带的习惯 之前纯衣曾说过 这一特征表明 此人有曾入狱服刑的可能性 在结合之前他们的猜测 南乡瞬间就明白了 安藤就是真凶 此时安藤也凶相毕露 要杀人灭口 却在搏斗中被南乡反杀 最终 纯衣被救出并还以清白 南乡虽因杀人被拘 但他是正当防卫 应当会被劫免处罚 术元亮也洗刷冤情得以脱罪 左村光南将因杀人未遂被起诉 看似是圆满的结局 但纯衣给南乡的一封信中 却道出了关于他自己案件的隐情 1991年8月29日 纯衣的女友在中凑郡被左村攻界强奸 纯衣在救援时被刀刺伤手臂 事后纯衣联系警察 却被告知强奸犯罪必须由受害人本人报案 而且只有强奸处女才能被认定为强奸 以及未成年犯罪处罚很轻等情况 考虑到女友的处境 纯衣只好作罢 后在治疗刀伤时 因医生通报了警方 他们才被警察辅导 之后女友性情大变并多次自杀未遂 纯衣对左村攻界怨恨不已并起了杀心 所以当八年后两人偶遇时 纯衣特意买了刀准备动手 虽然左村攻界意外死亡 但纯衣认为这是罪有应得 对自己的杀人想法和行为始终毫无悔意 她辜负了南乡对其悔过自新的期待 最终南乡和纯衣都表示 将背负着杀人的负罪感生活下去 就如同开启了一次永远没有假释的无期徒刑 以上就是消失的13集台阶的主要故事情节 下面我将简单归纳一下作品的叙事特色 然后重点谈谈作品的利益 推理小说非常讲究叙事的技巧 严格来说 虽然这部小说未必向有些评论称赞的 将所有优秀推理小说应具备的条件 都发挥得恰到好处 但至少在以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一是内容元素新奇 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来写跟死刑有关的内容 这对普通读者来说绝对是新奇的 小说一开篇就详细描写了死刑犯 在牢中天天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行刑时刻 所表现出的恐惧和煎熬 听到有人在牢门外停下都能直接崩溃 之后又交代了日本司法体系中 从死刑判决到刑刑所要经历的主要环节 以及相应官员的各种想法 书中最新奇的因素 就是通过南乡正二的回忆 巨细米仪地描写了他两次亲手执行脚型的详细经过 行刑室是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建筑 其中有半层在地面之下 行刑人则位于二层 二层有三个按钮 但只有一个按钮能控制脚型架下面的踏板 之所以设置三个按钮 是为了让三名执行官分不清到底是谁最终执行死刑的 另有两名执行官负责蒙上罪犯的眼睛 并将其反靠起来 还有两名执行官进入行刑室给犯人套上脚锁 为了确保死刑犯落下后 脚距离地面要在三十厘米以上 必须提前根据罪犯身高调整脚锁长度 还要反复练习 这些内容都极大的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 两位主人公以普通人的身份充当侦探 这也是一种新奇的设定 一般来说 推理小说中的侦探 不是职业的警察 名侦探 就是才能出众的人 而南乡和淳一既没有官方权利 又没有专业技能 他们连知道谁是假师范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说去银行查阅转账记录了 那该怎么进行调查呢 他们有普通人的办法 辣家常识地问东问西 厚着脸皮卖人情走后门 顶着烈日蹲守观察 绞尽脑汁的猜想假设等等 这不就是普通人浴室的惯常做法吗 读者会觉得 他们像现实中的自己一样 平凡无助 偶然也会灵光乍现 这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 相对于那种名侦探的威压感 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但内容的新奇并不是作者凭空想象捏造的 所有关于死刑及相关法律的表述都是有现实依据的 作者高野和明对文中涉及的基本常识和知识都做了丰富而扎实的研究 不仅参考了大量专业资料 还找到专家学者当面求教 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本书在叙事上的第二个特点是伏笔细节丰富 推理小说的创作 就像作者给读者出谜语 谜面一定要交代清楚明白 不能有所隐瞒 强调的是作者与读者公平竞争 优秀的推理小说往往会把关键细节和伏笔 隐藏在一些看似自然而然的叙述中 考验读者的观察、联想和推理能力 在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 作者细密铺陈案件经过 人物经历、调查过程等内容时 瞅准机会自然而然地塞进了一些细节 看似显笔却悄悄埋下了一个个伏笔 就看读者能不能发现了 比如书中多次提到 三上纯一家和左村工界家是同行 但左村家有着更为先进的激光造型机器 几乎可以仿造各种物品 如果读者把握住这一细节 那么在后来出现带有纯一指纹的凶器时 就可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还有些伏笔是为了误导读者的 比如作者交代了 与金木耕平夫妇被害 与三上纯一被警察辅导 是在同一天同一地 而且时间上也是前后紧挨着的 这就与后来纯一被怀疑的情节 相配合形成误导 尽管这个伎俩可能被聪明的读者识破 但当读者沾沾自喜地相信 纯一不是凶手时 却被作者牵引进入了另一个谜题 纯一和女友当晚到底遭遇了什么 作为一部社会派推理小说 这部作品更为人称道的还在其利益方面 在开始解读作品的利益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推理小说的本革派和社会派 这两种流派均源自日本 日本的推理小说《脱胎于欧美》 起初多是短篇作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才开始向长篇发展 在20世纪40至50年代 日本的推理作家大多最新于 传统的解谜类作品 比如江户穿乱布的《地板杀人事件》 《两分铜壁》等 《年穿折野的黑色皮箱》等 日本把传统正宗的东西称为本革 因此这类作品就被称为本革派 本革派比较看重诡计和名侦探的作用 单纯以斗智游戏取胜 判别高下的标准 只是推理的严密性或者诡计的新鲜度 基本不考虑故事的现实性和存在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日本社会的种种问题暴露出来 原有的本革派推理作品 难以满足读者观照现实的阅读需求 于是就出现了社会派 社会派大都把故事 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 表现政治、经济、社会 甚至人性中的黑暗与罪恶 比如松本清章的《点语线》、《灵的焦点》、《杀器》等 《森村成衣》的《人性的证明》等 这一派的作家 侧重关注社会问题、剖析犯罪动机 使日本推理小说逐渐步入文学殿堂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消失的13级台阶 作为一部典型的社会派推理小说 没有把重点放在逻辑和轨迹上 而是放在了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上 以其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征服读者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部作品的利益 也就是作者通过作品反映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并由此引发了怎样的思考 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日本死刑制度的问题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从死刑判决到死刑执行的时间问题 通过小说中《南乡正二》的讲解 可以了解到 日本法律规定正式判决死刑后 最快应在六个月之内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 拘留所要在接到命令的五日内执行 但术元亮在案发三年后被判死刑 又过了七年仍未被执行 这种情况也并非个例 有资料显示 自2000年至2018年 日本对83名死囚执行了死刑 从判决死刑到最终刑刑最快的历时一年 最慢的长达19年05个月 由于日本的死刑犯在被判决前一小时左右 才会被告知自己的刑刑时间 所以时间越长 死刑犯所受的心理煎熬也会越久 二是死刑命令签发的过程问题 根据书中的介绍 在日本从死刑判决到执行 大体还要经过五个部门13名官员之首 就是所谓的13级台阶 这也是本书书名的含义之一 日本的刑法体系 是以教育改造犯罪者消除社会威胁为主 就是所谓的目的刑论 所以在其刑法体系中 会有前面提到的假释监护观察 以及后面要讲的恩赦等制度 对待死刑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导致死刑命令的签发过程相当繁琐 首先由法务省刑事局 根据罪犯的死刑执行提案 确认有没有停止执行 重审、上诉、酌情恩赦的可能 然后将这份提案 以死刑执行议案书的刑事 依次交给法务省矫正局、保护局 分别对罪犯是否悔罪 和是否请求恩赦等情况进行核准 然后再回到刑事局 形成死刑执行命令书 送交法务大臣事务局 经秘书科、事务局局长、法务次官审核后 承送给最后一个批准者、法务大臣 由他做出最后的判断 但有些官员出于政治、宗教信仰 甚至个人看法等原因 往往都不愿意充当刽子手的角色 执行命令书到手里了也不签 能拖到下一任就绝不自己签 于是就出现了一拖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情况 三是死刑犯减刑和恩赦的问题 书中讲到 日本的罪犯如果表现出明显的悔改之意 比如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了 愿意支付给受害人家属高额赔偿金了 在拘留所设个被害人的灵位每天叩拜了 就有可能获得减刑 另外日本还有一种恩赦制度 可以根据内阁的判断 让罪犯免于刑事处罚 或给罪犯减刑 恩赦制度源于一种高尚的理念 在根据法律的单一性 做出了不妥当的判决时 用其他方法无法补救误判 而恩赦则可以挽回 这两种模式同样适用于死刑犯 甚至可以达到令其重回社会的程度 另外日本政府又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由 不向社会公布哪些人被恩赦了 这样反而为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还可能给不良政客提供暗箱操作的空间 在现实中 如何辨别罪犯是真心悔改 还是敷衍伪装 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获得恩赦 其中的标准和尺度往往难以把握 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样是被逼无奈杀了人 安藤继夫就能被减刑 甚至回归社会创业成功 而另一名死刑犯 无论怎样表现懊悔 仍被依法行刑 除了死刑 书中还反映出了 日本涉及犯罪和刑罚的其他问题 比如日本监狱对犯罪者的管教手段 过于简单粗暴 除了强制劳动 就是体罚打骂 完全起不到 以目的行论为基础的 教育改造目的 其结果正如书中所写的 日本的犯罪者出狱后 再犯率高达48% 再比如 为帮助犯罪者回归社会 而配套的监护观察制度 也存在问题 假示犯很容易通过 假装一段时间的好好表现 骗过监护志愿者 也有可能双方串通起来欺瞒政府 同时 对有前科者隐私的过度保护 反而埋下了安全隐患 甚至还出现了书中描写的 监护志愿者利用隐私 进行敲诈的情况 那么通过这些问题 作者想表达怎样的观点呢 最显而易见的 就是是否应该废除死刑 人命关天 姿势体大 这一问题不可能只是二元对立的 简单站队 作者在书中 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 表现不同群体 对待死刑的态度 受害者或其家属认为 死刑是惩罚 报复罪犯的工具 某些人权组织认为 死刑是反人权 反人道的酷刑 法务省官员将审批死刑 看作是压抑沉重的包袱 以南乡正二为代表的行刑人 往往会长期背负杀人的罪恶感 而最能体现作者心路历程的 应该还是三上淳一 对死刑态度的转变 起初 懦弱的性格和曾经入狱服刑的经历 让淳一对死刑心存畏惧 甚至担心因为自己的调查 而使另一个人被判死刑 在与南乡正二调查案件的过程中 他逐步弄明白了日本的死刑制度 了解到了南乡亲手执行 绞刑的经过和心情 特别是在经历了 与左村光南的生死对决后 淳一体会到了死刑 尽管不是绝对正确的 但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因为如果允许动用私刑的话 将会是一次复仇 引起又一次复仇 无穷无尽的复仇将愈演愈烈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必须有人来代替他们做这件事 另外书中还有一个佐证 不动明王 就是前文提到的 曾院寺中的内尊佛像 不动明王是佛教密宗八大明王之首 他有扫除障难 不畏所动之意 其造像的表情都是愤怒的 寓意是 使侵扰众生的邪魔 因畏惧而远离 使众生在修行路上 不致动摇善念 可见佛教中的不动明王 是起威吓震慑作用的 作者将不动明王写进故事里 称佛教为那些 只靠大慈大悲 无法挽救的愚昧众生 准备了这尊破坏神 就是在暗示 死刑在刑罚体系中 与不动明王在佛教中 起着同样的作用 对无可救药的穷凶极恶之人 依法处以死刑 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作者的思考 并没有仅仅停留在 死刑这一表象上 而是深入到了 死刑背后的制度 他对日本的刑罚制度 进行了反思 对反所冗长的审批程序 难以掌握的量刑条件 不负责任的官僚坐牌 形同虚设的监护观察等问题 进行批判 呼吁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 直面问题 革新制度 根除弊病 真正体现公平正义 所以探讨死刑的存废 只是表象 呼吁制度的改革 才是实质 我们再深入一个层次 作者的思考 还落到了人性的层面 是在强调人的 敬畏心和责任心 并且指出 问题核心就在于 现代人敬畏心和责任心的减少 甚至缺失 书中描写 不动冥王被掩埋 其威吓震慑作用被削减 这一意象 意在表现 现代日本社会中 人的敬畏心也越来越缺失 人一旦不知敬畏 就会无视规则 没有底线的恣意妄为 于是 像左村公介这样的少年 就能肆无忌惮地实施暴行 像宇金木耕平这样的长者 都能道貌黯然地进行敲诈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如果没有死刑 这样惩治犯罪的震慑手段 形势必然持续恶化 更不要奢求犯罪者 能真正悔过自信了 如果说 敬畏心是针对普罗大众的话 那么责任心 则是针对承担国家和社会治理职能的 当权官员 如果警方责任心强 没有轻易放弃调查 宇金木耕平 巨额资产来源 其他受监护观察者的嫌疑等线索 就不会抓了数元量 就匆匆解案 如果检察官法官责任心强 就不会在证据链不完整的情况下 做出死刑判决 如果法务省官员责任心强 就不会消极待证 想得多做得少 就不会使13级台阶 显得形同虚设 毫无意义 最后我们来谈谈小说的书名 小说日文原名 直译是13级台阶 直接与故事中的关键线索 数元量回忆中的台阶相呼应 还有一层深意 13级台阶代表了日本死刑 从判决到执行 要经过的13道手续 所以这个词在日语中 也有绞刑的意思 这样看来 小说的原名 既指代现实层面上存在的台阶 也指代制度层面上的死刑 及与其相关的刑法体系 但这个名字 只是在客观陈述事物或现象 并没有给出作者的主观意愿 读者可以就这一主题各书己见 充分探讨和思考 钟一鸣出版时 定名为消失的13级台阶 加了个定语消失的 读者可以理解为 台阶这一关键线索找不到了 也可以理解为 作者希望死刑消失 也就是废除死刑 或者是日本某些制度形同虚设 某些官员的不作为 当然 这种理解和解读见仁见智 你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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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